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Table的视窗 它在做什么事情 好 这边是呈现我这个界面 这个第一个等于说是起始的界面 它主要要做的事情写在这边了 就是Connect 就是资料的取得资料的连结 请注意 大数据分析 它是要去跟原始资料 Rodata去连结在一起 它不是要整个 它不希望说直接把资料取得 直接把资料等于说占为己有 也就是说 它希望我们是用连结的方式 那当然它不会去破坏原始资料 好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像Excel的话是不是开启那个档案 开启档案 然后你一定会破坏里面的资料 可是这边呢 我们它是透过一个连结的方式 它不会破坏原始的资料 然后我们做的所有的修改都不会动到原始资料 这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的 那我们接下来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看一下连结 还有开启旧档 这是放我们假设曾经开过的档案 全部都会放在这边 再来这边是Discover Discov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技术啊 板根啊 它全部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教学的内容 你都可以去看这个地方 不过全部都是英文就是了 好 那如果真的你觉得英文对你是一个困扰 其实你也可以用Help Choose Language 选到 你可能会非常容易上手的中文简体 中文简体 好 那我们的课程 我是想全部都入成英文版 所以我不换我的界面 那我们接下来Connect Connect可以针对取得一个档案 取得资料库 好 取得资料库 例如说Seql啊 买Seql啊 或者是直接使用内存的原始档案 内存的原始档案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Sample 叫做Superstore Supermarket 就是超级市场 这个Sample 我们也可以用它 好 当然我们的上课内容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范例 Superstore 超级市场 来去跟各位做一下分享 好 所以我们就点选 点选这个Sample底下的Superstore 记住哦 连结资料 连结资料 可以连结Excel资料 文字形态资料 Json资料 CSV资料 PDF资料 绝对是这一套软体的独家 还有它可以连结 Assist 它可以连结一些 Special File 甚至连结我们已经画好的统计统计资料 然后接下来它也可以连结资料库 像MongoDB 还有像Seqql 还有像Seql Oroco 这些绝对都可以 你看当我点这个更多 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资料库 我们来看看 我一直都很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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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都很期待它能够拥有Near4J 一个NoSeql的一个资料库形式 Near4J在这个版本2018.3还没有看到Near4J 因为这边M 它有连一个叫做MongoDB MongoDB 好 但是它就是没有连那个Near4J 好 所以这点是要请看看说 看看说有没有机会Table能够连结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以内存的Sample来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第一个其实的画面 其实的画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只要点选点选这个Sample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范例打开来了